说不听我来评 说最近广东惠州一货车司机 在跑高速的时候呢 被交警交停了 说这位师傅啊 你的这个货车的这个车胎爆胎了 结果没想到 这位司机大哥 他不仅没有停车 反而是一路加速狂奔啊 交警在后面是紧追不舍 这咋说还不听呢 司机的回答都能把你给气笑了 你干嘛危险呢 你干嘛为什么不停 我把你有危险 我打着双台的 我太爆料了 我也不是其他生命远 太爆料了 你管他停下了 你这有安全运败 你知不知道 我以为你说我跑 叫我跑快一点 跑慢的危险 跑快一点 轮胎爆了一个 我叫你跑快点 我在后面一直看着 你的火星都爬出来了 爆了这个胎 你给我一直跑到头去去 这大哥是一本正经的一脸无辜 我打着双山呢 什么危险 我以为车胎爆了 你叫我跑快点 慢了危险 您这脑回路它有点清晰 被交警叫停还不听劝 你咋这么这样呢 咱拿吸取教训 开车上路安全这堂课 您拿得重修了 跟这位大哥一样有点虎的 还有四川成都 继女士的狗狗 说最近呢 继女士回家 发现狗狗这个肚子 特别的骨 送医一检查 好家伙 从里面愣是取出了 八斤的狗粮啊 这是吃了多少啊 我没注意狗粮少了那么多 然后就正常喂它们嘛 然后我家那根大壮 它就不吃 行为表现得很异常 然后我看它肚子 哇 鼓得马上脏破 那种感觉一样 然后我就赶紧往医院所 然后医生拍片 然后就给它开刀做手术 然后取出来了八斤多狗粮 然后肚子里面还有一两斤 因为医生不敢给它 全部取出来完 怕它饿死了 我非常崩溃 因为它一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做过一次这样子的手术了 在一月份的时候 吃了大概两斤石头 就是那个小石子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了 狗狗叫大壮 不仅身子壮 这胆子也挺壮 啥都敢往肚里吃 还根本停不下来 壮了 咱都因为这玩意 咱都开过一次刀了 上次吃的听说是石头 是吧 你咋还不长激情呢 你看你开刀遭罪 你这主人家心里边得多疼 是吧 咱能不能管肉嘴 迈开了腿 千万别再瞎吃了 哦 哦 咱能不能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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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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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